我们来看一下疫情一个重大的讯息 变种病毒在美国又再次的变种 称为BQ1跟BQ1.1 目前为止主要流行的还是BQ5 占了总美国主要的CDC的数据里头 传染病例的49.6% 但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两个新的变种病毒 分别占14%跟13.1% 加起来已经占了27% 而他们的逃逸力更高 而且传播率更高 大家要注意一下 感谢观看